最新的火警消息 新北市五谷区城太路三段 在今天凌晨0点左右 发生了住宅火警 有一栋五层楼公寓 顶楼铁皮加盖屋起火燃烧 商访队赶紧抢救 大约在0点49分扑灭火势 一共疏散住户22人 我们根据了解燃烧面积 约30平方公尺 主要是佛堂 还有一些杂物焚毁 幸好没有人员受伤 而起火的原因 尚待见识调查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